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较普遍的强迫症表现就是洁癖 深度患者每天都在家中疯狂地打扫卫生 病态的不正常行为 严重地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活和社交 很多男性患者都是光棍 洁癖强迫症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这种症状的对立面 囤积强迫症 要识别所谓的囤积者 一定要先了解它与收集爱好者 以及购物狂魔的区别 前者囤积的都是有价值的同类产品 而后者一般都是灰金如土的名媛 简而言之 囤积强迫症所收藏的一些东西 都是没有实用价值的垃圾 重度囤积患者 无法舍弃任何一件他认为有用的东西 这些人的家中 通常塞满了各种废弃物 对囤积者而言 生活在垃圾中 睡在垃圾中 与收藏的垃圾同生共死 就是他们这辈子最大的精神慰藉 囤积者一般以老人和小孩居多 并且他们普遍缺少亲人的关爱 很多患者已在垃圾堆中 生活了很长的时间 被家人或者朋友发现 也纯属偶然 因为早已对囤积品 产生了巨大的精神依赖 所以当满屋子的垃圾被清理时 患者往往会表现出一种 常人无法理解的痛苦 或许在囤积者的眼里 他们收藏的并不是一件件的垃圾 而是一个个的心灵伴侣